我爸爸是大兵 是幸運還是不幸 等一下 他們這樣抽了 然後他們這樣 林 規規矩矩的態度 一 正正當當的經驗 一 千千百百的電源 是 最切實實的覺悟 怎麼會完啊 禮拜六想要睡晚一點 差不多就是 差不多7點半 8點 週末 對 還不聽說 幹嘛 我跟我弟兩個字 就這樣 這樣跳起來 就這樣整個這樣 飛拼 你只要逃課 或在外面 眷村外面出了什麼事情 回去一定被 綁在那個藍桌架上 對 那叫塞臘肉啊 我怕抽你兩下 他還堵一腳 我姥姥會在旁邊叫 哎呀 潘里森 你別再打兒子 兒子 謝兒都跟你打出來了 謝兒子 謝兒子 運籌多啊 幹什麼的 喝到早上 四五點 對 然後有想法就整個 六點區啊 你說 爸 我二爺 這打去 用來真的 趁喝醉才敢講 我也是 又喝醉 他就睡覺 80歲的那一年 我才跟他說我愛他 從那一次之後開始 我動不動就講說我愛你 他說你再講我就 那就是一樣的結果 女人好心裡奇怪 居然老爸把家裡搞得像不堆 昌憲 你們爸 你們爸爸是做什麼的呢 我爸爸以前是怕尊人 就是泡船 怕尊人就是 現在回來了嗎 他有回來 他有回來 但是回來之後也是跟海有關係 變養殖 我們家是在養殖 養殖業就對了 養殖業就對了 對養殖業 所以你能想像說 如果你今天你家裡面有一個 爸爸他是軍人的話 我應該會很怕吧 因為畢竟我爸 因為 靠海變 不會啊你爸 就比較開朗 靠海的 靠海的感覺就是很開朗很開闊 就隨便你啊 管你不算嚴格的 對就是完全不嚴格 我頂多我這一輩子 只被我爸打過一次巴掌而已 啊 後來就從此沒有被打過 為什麼 因為我叫他 因為你把你爸手折斷了 沒有 我就是很生氣的 叫我爸一個綽號 就不好聽 他就這樣 爸了耶 後來就沒事了 就從此之後我就 跟我爸很好 真的喔 其實像我爸也是 我爸就是一個很輕鬆的人 就是我爸是一個很不正經的人 所以我就很難想看這個 看得出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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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是小時候就聽到那種 碰碰廖君的錄音帶啊 那種 然後歌廳秀啊 說碰碰廖君不正經 不是 因為那個內容真的是比較 那個一點的 很威脅 然後看到我媽上次會換磁機錄音帶 我爸是這樣 比較好玩一點 是 所以今天要談的這個就是說 如果你家裡面有一個 這個軍人父親的話 究竟呢 你的生活會變得更快樂 還是其實很辛苦 還是說 怎麼樣 有些各種的甘苦談來談一下 首先第一位呢 就是我們榮翔大哥 歡迎他 大家好 主持人好 這位美女大家好 是 第二位呢 是我們邝明姐 小玲姐歡迎 歡迎小玲姐 歡迎小玲姐 大家好也是邝明姐 第三位是我們潘若婷 大家好 好 主理的要求就是磨練 對不對 接下來是 易軒歡迎 大家好 我是易軒 欸 世外感覺上 給人家感覺其實不太一樣 可是居然都是一樣 出生 我們是兩個男的兩個女 當然不太一樣 就是感覺 不太一樣 哪裡不太一樣啊 就是給人家的感覺 比如說有 凶神惡煞的 像 拿說潘若婷 潘若婷 你凶神惡煞 殺胸子開玩笑的 殺手在旁邊 他好卑卑啊 各位先來 一開始跟我們報告一些 各位的令尊 是從事軍階 還有軍種 大概是什麼好不好 我先講好了 我的父親是 陸軍官校畢業的 然後到最後的時候 他是 一路上來從這個 中衛啊 少衛啊 中衛啊 然後排長啊 然後這個 連長啊 然後到營長 然後後來就被拍到 這個世衛寺裡面 後來在退休的時候是 少將 就是副參謀長 海岸巡防部的副參謀長 副參謀長 副參謀長 然後後來是站中將缺 然後沒有去升 中將缺沒去升 因為這個脾氣 本身脾氣不是太好 跟長官有一點那個 他就講了一句粗話說 我不幹了 就走了 是這樣子離開軍中的 提早了三個月離開的 已經站中將缺囉 他說你這樣子 就是太刁難了 那你站了我也不要去 就走了 真的 因為部隊裡面其實 還是有一些 他剛才講的 不合理的是磨臉 因為已經到了少將 你還在給我來這一套 真的 而且是學弟 學弟升得比較快 他會 有一點美感 味道不對的時候 學長受不了 你是我學弟 雖然你現在官比我大 但你態度不好 還是不行的 真的 就不去 所以在軍中是 學長學弟比較重 還是軍階比較重 應該 在檯面下 學長學弟比較重 在檯面上 當然你沒有辦法 你不可能按那個上將做 你少將跑去做 你混蛋 不可以的嘛 對不對 但是在私底下 我父親跟這些 酥酥撥撥撥見面 一些上將 中將 我父親永遠是做第一個 最大的 年紀的關係 不是 是其別的問題 兒子就叫 兒子就現做第一個 最大的 我那第四個 那邊是從 那邊是第一個 我爸也是陸軍官校畢業 然後三軍大學畢業 然後在美國留學的 然後他 因為他的軍種比較特別 好帥 帥不帥 帥 帥 很帥 看得出來 很帥啊 然後他的軍種 他是陸軍化學兵的 哎呀 因為化學兵的軍種是 就是比較 做炸彈 對 他是做炸彈的 以前那時候 他弄掉是連屍體都找不到 我跟你講 他都會做的 早就耳目染 雄風飛彈還是什麼 哪一個先 就是雄風吧 雄風飛彈 雄風短層飛彈 對對對 是我爸爸他們參與 然後他身上以前 都有掛一個牌子 因為他大概裡面 有很多放射性還是什麼 他就掛一個牌子 就告訴你 你的生育能力 還差 就是傷害了多少什麼什麼 所以是有這樣的東西 對 他有一個牌子 就畫在那裡 寫說我現在目前是 十分鐘什麼什麼 就是 不是屁啊 不是時間吧 那是什麼 你告訴你這樣 就盡量少接受 提醒你的意思 對 剩十分鐘 我想說十分鐘 我現在哪一位 我說錯 我說錯 就剩十分鐘 誰敢去上班啊 他後來 他退伍的時候 他是上校退伍 那他也是因為 因為他是戰少將缺 對 然後他也是不爽 他很覺得 對 因為個性的關係 因為我爸覺得 他告訴我們就是說 不要覺得是軍中 大家好像都是 好像有禮貌啊 然後大家都很清楚的 其實軍中其實 勾心鬥角是 很多人 非常非常嚴重 所以他就覺得他不想再生了 所以他退伍 他就馬上 他申請 而且他申請早 很早就退了 了解 那老師 大上校 我爸其實這個 比起二位 我爸爸可能就這個 稍微就OK 也是帥的 帥的 你看 帥耶 這是這個政治駐蛋學校二期的少將 這個 小小的 政戰 政戰 所有軍組都最怕的 政戰的 你一直講最怕的 最討厭的 你要給點面子 給潘映正家捏點面子 對 給爸爸的面子 政戰的討論 沒有 他的厲害的點是什麼 新攻防 新戰 政戰就是 比較溫蘇 比較溫蘇 什麼溫蘇 沒到後面 我是沒到後面 福導長 所謂的福導長 福導長怎麼會厲害 福導長感覺上就是 福導長要了解每一個人的狀況 心理狀況 心理狀況對不對 他今天肚子痛明天他拉肚子 你都要知道的 所以 他是比較 尿白亞的 不是不是 你這樣講我爸爸 你這樣講我爸爸 你怎麼這樣講 你這樣都沒有講我爸爸 你怎麼可以這樣 你給我 你現在給我爸爸道歉 我們的老師都是正在學校的 正在學校的 大同學 他要騎道歉 他不是人吧 他會罵大家 徐松明 你們徐松幹什麼 真的 對不對 所以家屬還有什麼 不是 什麼家屬 沒有 我們現在跟兩個 沒當公平的聊 不是 正在人家有分 正在他是藝術系的 藝術系的 好不好 唱歌畫畫的 很厲害 江軍去的 江軍是怎麼樣 很厲害的感覺 這是這兒不是都江軍嗎 你看就站中將區 站少將區 你看 可是我跟你講 因為軍人 有是打仗的 像我爸是研究炮彈的 對 那他爸爸是心戰的 你知道嗎 靠心戰就可以殺死人 很厲害 他爸不得了 他爸爸開玩笑 他爸爸開鐵工廠的 我跟你講 賣軍火的 是嗎 沒有 不是啦 沒有的啊 所以憶軒那你 您的父親是 我爸是 十幾歲就從空軍 右校就開始 一直就是上去 那厲害 然後最後 退休 退伍的時候是 那個 空軍的 副總司令 總司令 總司令 再講 總司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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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對 帥的 你當上副總司令 開玩笑 領軍把風去 跑步把自身 跑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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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怎麼都會這樣 好可怕 為什麼你們也是當 你當過空軍 有可能吧 我當過空軍 我當過空軍 我是不用當兵 為什麼 因為過胖對不對 但是我們從小的生涯 都在部隊裡面採訓 真的 什麼軍種都有 我父親是 我父親是當過 三軍魚隊大隊長 代理大隊長 我們從小三軍魚隊 什麼陸軍軍歌 空軍軍歌 海軍軍歌 每天在那邊聽 因為國姓嘛 就在旁邊這樣子看 所以從小 什麼東西都知道 所以榮翔哥 你從小就覺得 父親的形象對你來講大 他真的是很軍人的感覺 對你來講 他從小就是 回到家還是這樣 我跟你講 我父親 就是我們每一天 早上出的上課 正常時間起床以外 禮拜 日 禮拜六是半天 禮拜六想要睡晚一點 差不多 也就是差不多七點半 八點 週末 就不行了 就不行了 我們在三樓 睡在三樓 我爸爸在一樓 那種事情 那種在總統府前面 喊立正燒起的那種態度 還不行 還不行 真的 真的 趕快起床要去上課 還要幹什麼 做家事什麼 這種 很暴力 那個壓力太大了 到現在 我覺得我現在有你恐慌症 就是因為我爸 所以 憶軒也是嗎 爸爸也是 沒有啦 我覺得女生還是有 對 像我有個哥哥 就是從小 真的是被打大的 真的是 因為他又皮 然後我爸那種 年輕的時候 就是當然也是 脾氣比較火爆的狀態 然後只要他一點點調皮 或幹嘛 就這樣整個這樣 飛劈 然後我哥就 自己到現在還在回憶說 啊我都自己覺得 我在空中這樣有漂浮了 一陣子 稍微有慢動作的感覺 對 所以對女兒都會比較 溫柔就很照顧 對女兒真的還好耶 那如果女家那些 表哥和表弟之類的那種 就完了 就死得很慘了 也是照樣他 還好 會不會他們每次去你家 都很怕你爸爸 有啊我像我們的表妹那些 他都超怕看到 家族聚會的時候 超怕看到說 姑爹來了姑爹來了 然後每次一聽他說 姑爹來了沒 姑爹來了他就趕快躲起來 就怎樣都到現在 都已經是那種二十好幾 快三十 還是會怕 還是會怕 都不敢正眼看我爸那種 那像這種比較 比如說軍人稱軍官這種 父親是不是 對你們來講 從小會崇拜爸爸嗎 潘老師 崇拜 那是一定要的 那個時候你在你的生命當中 要是被規定 還說你真的打自內心 沒有沒有打自內心 為什麼知道 因為他就是那種 老爸那種感覺 看他就是書帳二求 學父五居 什麼都會 上知天文下知地理 對 他罵你都還用成語 真的 然後想半天 你現在老爸是在夢 在弄我們 對 你會覺得父親在心目中那個地位 就根本就是神了 你知道嗎 你只是沒有插箱去拜他而已 你知道那種感覺早上起來 那種從一大早起來 你就開始要尊敬他了 就真的啊 他帶你到山裡面 把你丟到山裡面 他不是叫你 譬如說我今天到什麼地方去釣魚 你到山裡面來找我 他不是叫你來找我 他又綁一些什麼東西綁在樹上 你走到第三根樹之後 你右轉 右轉到斜一個小上坡 上面一個桿子 上面又一個紅線 他就照著那個線這樣走 他是這樣訓練我們走這樣的路 你覺得你不敬佩他 這樣的老爸你到哪去找 我真想像喔 你成就了現在我們潘若迪老師 非常厲害強健的體魄 真的 這三明弄得跟泰山一樣 跑來跑來跑去 我跟你講喔 我們翔哥不得了 你看老爸在那邊 欸 這邊起床 我跟你講我老爸賊了 他為了什麼 為了要保持你的警覺性 他覺得人喔 他說你這個人沒有警覺性 你就完蛋了 四點半鐘 開我們的門 門打開了 賊了 我老爸你沒有聽到 你就完蛋了 為訓練膽量 半夜經費帶到目的 爸爸畫畫了皮墨月 他找了一個墳墨月 放了皮墨月 放了墳墨月 他畫了一個圖 叫你去找那個皮墨月 你會怕我會怕 他就找不到 就哭著回去 他就罵你 你可以跑 他不能跑 你跑是嗎 你跑